同時有兩個財星 即是兩個女人或兩個老婆 合住暮土日主的男士 其實我們還有一個名稱 我們稱他為真俠 兩個去爭一個 所以逢是這些八字來說 都要很小心處理感情 包括八字的主人翁 自己要很小心處理感情 焦點視頻逆龍之元機的時間 迎哥莫見到逆龍師傅 Hello 你好 師傅 前幾集我們都是講一些關於八字 感情運的東西 都是一些不開心的東西 但是今集都是講一些八字感情運 但是在南方來說 就是幾開心的東西 不過在女方來說 就是不是很開心的 究竟是些什麼呢 大家要繼續看下去了 但是在節目開始之前 大家記得按這個影片資訊欄 因為裡面有一個連結 如果之前那幾集 都是令到你們 一直都已經想著 到底跟不跟師傅 學這個八字好呢 這樣 而未作出決定 我覺得今集 你們一定有一個迫切性的需要 因為呢 如果認識到一個不好的男士 隨時就影響自己一生 對不對 所以今集呢 一定要透過這個內容 去理解一下 究竟自己的命盤 是什麼 又或者你男朋友的命盤 是怎樣的情況之下呢 避免了一些不開心的事情發生 這個八字命理初班線上課程 隨時隨地可以看 同時呢 也是我們焦點望課熱賣課程之一 所以大家呢 記得呢 就要把握這個機會了 那今集呢 就是講這個 雙妻之命 在師傅一直在寫著白板的時候 我問他 我說師傅 到底雙妻是指前後還是同時呢 那他說同時 我說哇 這麼爽啊 那請師傅講解一下 有些八字呢 是會前後腳的 那有些呢 就會是一腳踏兩船的 那這些八字呢 就屬於一腳踏兩船 那所以呢 其實我也是這樣說的 如果男士都會開心一點 可能有些是吧 那女士就不是很開心 所以呢 因為認識男士的時候 最好拿他的八字 那我常常跟學生說 拿他的命來 哈哈 那先看看 拿他的命來 哈哈 看看看看 究竟他的底是怎樣的 是不是 那我都經常有很多客人 都是這樣找 找他的男朋友的八字來給我看一下 那可以參考一下 好 那這個八字呢 就是雙妻了 我們呢 就看看 南命 南命呢 如果他冒討日主 誰是他太太呢 原來呢 在八字裏面呢 我們見到 正才偏才都為知 都是他的太太的 是的 包括正財或偏財,偏財是怎樣呢? 偏財一般我們寫這樣,即是一個字就代表了 好了,不要理他,正偏財我們都代表是 除了這兩個之外,這裡還有一個 這裡,即是這個,偏財,原來這裡有的 要我們再細分再看,厲害了 這個,神藏什麼?無月貴 這裡又有無月貴 又多兩個在這裡 這裡又是財,這裡又是財 原來我們寫八字,除了明顯看到那些之外 原來它暗藏在裡面的那些,我們都要計數 所以這個八字一看就知道 嗯,這個叫明暗淒多 明暗淒多 即是說嗯,感情很豐富的 好了,我們看看這個八字 為什麼會說它是屬於雙淒之名呢? 為什麼不可以散了又第二個,散了又第二個,散了又第二個呢? 原因呢?八字裡面呢?之前我們幾集就說過 衝和形,對不對? 這一集我們說說合 合 合 合則有情 合就代表有情義的意思 衝則無緣,衝就是無緣的意思 所以這個八字我們見到 好,這個組合呢?原來是什麼呢?這兩個財星 毛和貴呢 是雙合的 所以大家觀衆可以看到這個八字 同時,同時有兩個財星 即是兩個女人 或者兩個老婆 合住這個無土的日主 這個男士 我們其實都還有一個名稱 我們稱它為真俠 兩個去爭一個 是的 所以逢是這些八字來講 都要很小心處理的感情 即是包括這個八字的主人翁 自己要很小心處理的感情 又或者如果是配偶是另一半的 看到有這些八字 都要注意一下 就是這樣 好,第二個例子呢? 亦都一樣了 我們看看 剛才這個例子 霧桂合 霧桂合 它就在天干上面合的 天干上面合 通常天干上面合 就代表什麼呢? 天干上面就代表露出水面 始終有一天會爆煲 會被人知道的 下面這個例子 就特別一點 它在地支合的 即是下面這裡合的 怎樣合法呢? 它就是炳日主 火黑金為財 看見到金就是它的妻聖 同時有兩個財的妻聖 原來神和有的關係 又是合的關係 這個又是合的關係 所以其實這個八字 很容易會遭遇到 一腳踏兩船的情況 這個因為它在地支 下面這個叫地支 上面那個叫天干 天干就是上面的 露出來讓人看到的 地支就是下面的 床在地下下面的 那就是 嗯 很難發現的 這些容易有地下情的產生 所以如果 看到這一類型的八字 大家都要特別 小心去考慮多一些 有時未必說 你自己個人可以控制得到 有時可能它本身 那八字安排就是這樣 那到某年某月某日 其實它就會爆發出來 尤其是今年 又是那句了 貴某年 桃花特別黃的年 我經常說 陰水陰木 所以今年來講 如果大家自己看到 自己的八字 或者伴侶八字 有這些兩個合一個的話 那就要很小心 會不會真的有這樣的事情發生 大家都要留意一下 好嗎 嗯 大師傅我也想請假一下 其實在這個盤那裡 你知道 有時雙妻之命 就是那個男士 他可能有多過一個 他可以表現到 收收起來了 或者他可以表現到 有些很變態 很大方的 就是 哇 我不介意 說了給別人聽 在一個女命那裡 都能看到嗎 你的意思是 在一個女命 能否看到一個男士 會有 收起來了 另一個看到的 還是很大方 總而言之 我全部都要 都能看到的 不過一般 女方不知道這些事 我們很少會踢爆人 是的 因為人類可能明明好地地 你趕完之後 可能破壞了別人家庭 所以有時 不知道就不知道 不知道可能更好 不知道可能更好 或者靈知莫見 是的 知道也不知道 有很多都是 處理的方法都是這樣 所以這個就是明顯的 如果自己明顯的 這個不明顯的就是這樣 是的 又想再請假多一點 是 有沒有一些案例 看到他自己又會有 他另一半也會有 當然可以看到 是 其實八字 我經常都說 上三代 下三代 你的環向三代 都可以在這個八字裡看到的 嗯 是否很有趣呢 所以當然 我們要買個關子 如果你想知道多一點的話 當然可以在影片資訊欄 找到易隆師傅的聯絡方法 但如果你說 我害羞 我不想讓師傅看到 也不用擔心 因為有這個線上課程 你可以學習 自己看 隨時可能也知道更多 幫家人看也行 所以大家把握這個機會 下一集 我們繼續有請教易龍師傅 其他關於八字案例的分析 好啊 拜拜 拜拜